第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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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人欺负我 先作业说 小鹿 放手 我不仗义啊 你干嘛呀 是不是你放了两张电影票 在我床上让我去看电影的 什么电影票 你说什么呢 你还在这儿脚片 你就是小姐的东西 你干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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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影票是我放的 小鹿 我都知道 你家庭比我好 长得也比我帅 如果小鹿嘴真的喜欢你 你要是对他也有意思 我就退出了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不想因为一个女人跟你闹掰 有看到像那个暴露筐的人吗 好像没有 你说他今天会来吗 柯南道友的小说你看过吗 怎么说 自负的凶手 大多数都会被到案发现场 反而胆小的犯人 老板会效果到所有的账 那个暴露筐不敢露面 只敢用恐怕性的方式 可见是个单小鬼